在医疗院所的霸凌 是什么样的长相 你可以跟我们描述一下吗 我们职场上霸凌 我就是当事人 我其实在当时 因为我在门诊 我在门诊大概六到七年的时间 然后因为我在 看护中心的这个主任 来我们门诊看诊的时候 因为他想要快速可以 拿要走人 可是我们有流程要走 那我就请他按照流程 他不开心之后 就录骂我三字经 我就请他不要再骂我三字经 我有手机要录音 那之后呢 他还是不停 我说那我要去报警 他就跑进去抢我的电话 然后就打我 那打我之后呢 我觉得就是 那时候我也是工会理事长 我认为这种的状况是不可取的 那所以我就坚持提告 那时候医院就要求要息事宁人 为什么 因为他背景那么大吗 不是 医院觉得这种事情 就是情绪上的问题 不需要上报 也不需要就是走到法院去 所以呢 他们就让我不要提告 那我拒绝 那拒绝之后 他们就觉得我 违反上级的命令 所以就把我调去急诊 因为其实门诊到急诊 是非常大差异的 不同的一个形态 然后也没给我完整的训练 就叫我去做减伤整个处理 那减伤一般 其实重去训练要二到三年 对 那我其实在门诊 已经有六大训练 因为马上就要判断这个事 要请哪个医生来 对不对 对 那这样的情况之后呢 就让我非常的 在工作上面适应不良 因为那个形态上面的差异很大 这个又很难讲 为什么 因为我没有把你FIRE 调职本来就是可能是 医院可以讲说 这就是正常的一个轮调 对不对 所以你是没有得讨的 对不对 是 但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压力 因为他没有给你 完整的训练之后 我的压力很大 我就告诉我的主管 我要选择离开 可是我都调不开 那结果他们就联合同事 因为我会把 这一些发生的情况 因为我当时也是理事长 那我就把它写在脸书上面 例如说我们就是过年 会上12个小时 这一些的情况 那我们就会把我们一些工作 不合理的状况 我们把它写这样去 然后告诉大家 然后我也会求救 那结果医院更高兴 然后就让这些主管呢 来修理我 那主管跟同事呢 也一起这样子 那我 修理的方式是什么 修理的方式很多种 举例说明 我买的新鞋子 红色的 在更衣室里面 被踩到全部都是鞋印 这是 这是医护人员吗 这不是应该是小学的事情吗 可是真的 然后呢 我们的排班 他怎么样做 一般来讲 我们放假八天 可能会有联休的状况 可是我不是 他都是把我拆开来的 我今天早上下班在医院 然后晚上又来 我来放假一天 然后我就来医院上班 上大业班 对 那等于我30天 那我抗议了 还是没有效 然后甚至他可能就排就是 我们最讨厌的N of D的状态 就是我下大业就放假 隔天就是白班 那我就抗议这样的班 法律有规定不可以 那结果他就跟全部的同事说 这是你 但我们大家没有办法上班 然后所以呢 同事很生气 就说我欺负 护理长也欺负他们 然后我一个好心的同事 就跟我说 他们在开会的时候 不让我进去 然后大家一起计划 怎么来对我一起 其实他已经进入 非常被孤立的 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但其实这都还不是让 预奉最过不去的地方 对不对 应该是说这样子 我在急诊 其实我很重视病人的一个安全 那这是一个阿嬷 她已经快100岁了 她送到急诊那时候 我有两个病人 一个要送去家务病房 我现在要送去家务病房 结果我们另外一个同事 那个阿嬷情况其实很危急 她不接 她等我从家务病房下来之后再接 那一天我弄到 我处理这个病患 我自己一个人 一般急诊都是团队合作用 然后她就让我一个人用 我那天弄到凌晨3点 然后阿嬷送上去 我整个人其实很难过 因为没有人帮我 其实对阿嬷来讲很不好 结果我在那一天 我凌晨3点 整个用好回去已经是凌晨5点 隔天我又来上小夜 我就看到那个外劳在急诊门口那边哭 她说阿嬷走了 阿嬷死掉了 然后我整个人其实情绪是崩溃 我那天提前快两个钟头去医院 我在更衣室哭了半个钟头 我觉得如果你要欺负我 就算了 可是你却让那个阿嬷这样子 走掉 那我觉得对我来讲 我觉得我非常难过 我过不去 我觉得说怎么可以这样子 你当一个护理人员 都完全没有这种职场人员 然后跟职业道德 这是我非常不能接受 所以你有想离职吗 但是你妈妈说不行 对 我那时候很想离职 因为我已经工作十七年了 OK 所以后来 然后这些事情 还是离间不鲜的一直发生 然后我去看医生 然后这件事情 让我整个人其实精神快崩溃 然后我去救医 那我跟精神科医师讲 如果我再不离开的话 就是不是我去死 就是我想办法拿刀子 我那时候的想法是 我想要去把他们杀掉 因为我觉得你们这样联合起来 不管我怎么样申诉 怎么样子都会告诉我说 你在那个地方 已经工作了十几年了 你怎么会有可能 所以我觉得他有一个很好的点 他是他转念了 他变成去走出来去帮助 在这个职场里面被霸凌的人 所以他后来边走边玩边逛 全台120家医院 然后变成这个护理人员工会 对不对 OK 我想问一下卢老师 职场霸凌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性格 甚至于扭转成这样吗 甚至于摧毁 是的 其实我们在面对这样子巨大的压力 甚至是这么多人都 有点像同仇敌忾的 刚刚像玉凤的状况 有时候一些自信心比较薄弱 或者是自我价值比较低的人 就会开始怀疑 是不是真的都是我的错 我是不是真的就是什么都没有做好 看到我并不孤单 我在想玉凤他当时他想说 他是觉得集体在霸凌他 可能也有他自己的 对不起玉凤 我没有先否定你被霸凌的事实 因为这绝对是事实 可是有没有到集体 你懂意思吗 有时候我们会 因为没有办法理解 因为没有人伸出援手的时候 其实只是旁观 但是我们也会觉得 你不作为也是一种霸凌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一种会放大的效应 有这样的逻辑吗 是 其实蛮常见的 心理学里面有一个效应 叫做聚光灯效应 我们很容易会去放大 就是身边的人看待我们的反应 尤其是在做一些 我们觉得是不好的行为的时候 例如说 刘海是不是有点分叉 然后我就会感觉 刘海有点分叉 我就会觉得 现在所有的人都看到 我的刘海分叉了 我的发型很难看 这就是一种聚光灯效应 事实上没有人注意 没有人关心你的发型 是什么样子 所以我的脸 其实没有那么大 对不对 也是我自己一直 我的脸很大 好 谢谢 这是我们谁 我补充一下 就是 其实我听一个律师说过 就是在每个犯人 他在成为犯人之前 他其实就跟我们一样 是个一般人 所以到最后会走到一个 比如说我们看起来 好像情绪很极端的一个 伤害别人的行为之前 其实一定有面临很多的高压 让一个人比之前断掉 那职场霸凌 它其实就是一个这样子的状态 所以我觉得我猛猛程度 还蛮同意预奉的做法 因为你看他刚刚其实就讲了 不止大概有四种 就是宣泄压力的方式 他可能那个时候有去做求助 而且那个时候他有 看医生 然后他现在又愿意来节目当中 去把他说出来 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都不断地在重新整理 他当初发生的事情 所以他现在没有变成一个犯人 他还可以坐在这边 有他日常生活功能的一个执行嘛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 我们要告诉更多的人是说 你不要以为在职场当中 你对别人做的一个行为 这个东西不会回过头来 对你自己造成一个影响 那我们常常就是在职场里面 会去挑人家来欺负 都挑那种可能个性 我觉得他可能比较 去激怒他 然后再来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有发现有一些工作场域 特别容易发生大力 我觉得如果我是老板的话 我就会想一想 我的组织里面出了什么问题 然后让大家必须要去找 一个戴罪羔羊 来宣泄我们在工作上的压力 其实我觉得不管是刚刚玉峰 还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 如果我们不能再去 从这些新闻里头去看见 其实组织里头 有组织要处理的问题的话 这个事情还会一直继续下去耶 对,OK